在黄山顶上注意碗要多少钱呢 正好这个前面有一个酒店 咱们来看一下 正好就是处在山顶之上 视野还是挺好的 前面看着呢 对现在还有房间嘛 没定是吧 对 两位是吧 可以定 可以是吧 好的 小冯想就现在那个标签多少钱 你们想去哪一种 有好一点的 就普通一点的那种 标签还是床位 床位的话就是那种 床位分两种 它都是多人间 十个人一间的 那个是155和115 115是洗不了 早上出来三厕所 155的话里面也带独立卫生间 哦这样的 就是一般的那种普通标签呢 就两个人住的那种 那个的话现在普通的 950 950 对观景的要贵一点 哦哦哦这样的 就是那种的话 上下铺的可能就 十个人的那个房间 对对 这就是经济型的嘛 上上标签基本都是 这样好的 刚刚问了一下前台 前台的人呢 说让我先去看一下 房间的环境 然后再确定定不定 你看哪个房间 他说那个 就是上下铺的 里面可以带独立卫生间的 他有没有跟你说哪个房间 好像是一楼 109还是多少吧 109 109没开门 你看看108吧 108是吧 107 107 好我下去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 就有点像是那个学生公寓一样 是吧 那个上下铺 一个铺 一个铺 150多块钱 他这个的话是带那个独立卫生间的 旁边这个就是卫生间 在这 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想开始出的话 又想经济实惠 我觉得选这个还是不错的 毕竟你只是睡一晚嘛 他还有那种不带卫生间的 也是上下铺 那个价格的话就便宜一些 好像才110多块钱 他之前跟我说好像是103吧 我看看是不是啊 这个 来看一下 不是 咱们再去看看那个标准间 他这边那个标间的话是900多块钱 也有一千多块钱的 但现在是旅游淡季嘛 好像游客不是很多 对 那个上下铺我看了 我能再看一下那个标间吗 好的呀 就看普通的就行了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 它就是标间了 跟我们平时在外面住的那个普通标间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现在是950 还有那种多加50块钱的 那个直接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日出了 这边这个是看不到的 方向不同 这个房间就是正对着那个日出的房 日出的那个出来那个 这就是可以看日出的房间 我们都是领导接待的 哦哦哦 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就比刚刚那个标间贵了50块钱 对 哦 还是个大床房呢 哦 哇 看到没有 这个窗户外面这个视野就 就不一样了 对不一样 视野非常好 他就说那山庄里面出来10千元 哦 这人家领导接待就是在房间里面看人说的 他家这个山庄里面的空房间还是挺多的 像之前那个 我进高峰期的时候 一个标签都要两三千块钱 我觉得要是到黄山这边来游玩的话 还是旅游淡季的时候来游玩比较合适一些